当地时间9月7日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 穆罕默德·哈桑任代理总理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未来阿富汗所有阶层在新政府当中都有其地位 此外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媒体记者塔里克·加兹尼瓦尔 当地时间9月6日在接受应媒采访时透露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·阿宏扎达将救人阿富汗伊斯兰球掌握的埃尼尔 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网5日报道 塔利班高级成员埃哈迈杜拉·瓦西克当天表示 除首府巴扎拉克外 坍杰西尔省所有地区均在塔利班控制下 攻打巴扎拉克的战斗仍在继续